我就是對維護大家保險與法律上的權利不遺餘力的大寶法王 Johnny,哈囉 相信開車主或者是機車主你們一定都有投保強制責任保險 那這個保險呢是能夠讓你在發生汽車交通事故 不幸發生車禍撞到人的時候 可以幫你分攤一些基本的賠償金額 也可以讓車禍的受害人他能夠迅速的獲得一些的補償 讓他能夠趕快去醫病 那或者是如果說因此而造成人死亡的話呢 也能夠讓受害者的家屬獲得迅速的補償 他確實是一個很好的保險 但是呢如果說今天很不幸的你是車禍的受害人的話 你會不會遇到說你跟加害人的強制汽車責任險的保險公司 求償的時候呢 欸遭到刁難 或者是有的時候呢 發生了讓你求償的時候有點氣潔 有點無奈的情形呢 今天呢我們就來看這樣子的一則案例 有一位陳媽媽她在2018年3月5號的時候呢 被阿俊所開的貨車呢撞到了 那撞到了之後呢除了造成身體多處的差錯傷之外呢 比較嚴重的地方就是她的腳有開放性的骨折 從此呢陳媽媽在經歷了手術輕創了以後呢 開始了漫漫長路的復健 一直到了2020年的3月5號的時候 陳媽媽陸續支出了大概14萬元的醫療和復健的費用 這中間呢她陸陸續續拿了醫療單據 像阿俊的強制汽車責任險的保險公司 也就是C公司來求償 那C公司也就都照付了 但是呢因為陳媽媽這個時候還是不良於行 所以說她還繼續的復健 復健一直到了2020年的12月底才結束 那麼從2020年的3月5號 一直到2020年的12月底這一段時間 陳媽媽又支出了大概3萬元左右的復健費用 陳媽媽她拿著3萬元的復健費用的單據 再向C保險公司求償的時候 C保險公司就拒絕了 C保險公司告訴陳媽媽說 不好意思喔 因為呢你的請求權的消滅時效已經滿了 所以說你從2020年3月5號之後 所產生的醫療費用 我們就不能夠賠你了 陳媽媽聽了當場落淚啊 陳媽媽覺得說 我被撞又不是我自己願意的 我已經很冤枉了 哪有說 前面都賠 現在不賠的道理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 陳媽媽 讓法王來跟你一起想辦法 我們一起來分析一下你的案例 首先法王想跟各位解說一下 什麼叫做消滅時效 消滅時效呢其實就是一個 行使權力的一個期間 我們在法律上常常聽到一句話說 不要讓自己的權力睡著了 其實就是基於這個概念產生的 想想看 如果今天有一個人突然跑出來跟你說 你10年前撞到我 所以我要跟你請求賠償 你會怎麼樣 我相信你一定當場傻在那裡 為什麼 第一個 10年前發生什麼事情 大家記憶都非常的模糊 證據大概也都不存在了 第二件事情 如果說你是一個受害人 那你是不是會非常積極的 為自己爭取權力 哪有說 權力擺著10年都不行使 哪一天心情好的就突然跑出來 說我要跟你求償 哪有這樣子的道理呢 第三個 經過了10年20年以後 法院根本很難斷定這件事情的真假 所有的證人 所有的證據也都不見了 那法院怎麼樣去判斷 這樣子不是擾亂法律的秩序嗎 所以說在這樣子的一個情況底下 法律呢 對於金錢的請求權 也就是請求一方 給付金錢的這樣子的權利 都有一個行使的期間 這個行使的期間 就叫做消滅時效 那強制汽車責任險 也有這樣子的消滅時效 依據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的規定 汽車交通事故的受害人呢 他在損害發生的時候開始 以及知道有強制險的保險公司 那個時候開始起算 兩年之間必須要行使請求權 或者是從車禍開始的那個時間點起算 十年要行使請求權 陳媽媽已經知道C保險公司的存在 因此陳媽媽所適用的消滅時效 就是兩年的消滅時效 從車禍發生的那天 也就是2018年的3月5號那天開始起算 一直到2020年的3月5號 這就是為什麼保險公司告訴陳媽媽說 你的時效已經過了 所以2020年3月5號再繼續產生的 復健醫療費用 我們是不理賠的 就是這個道理 但是這樣子陳媽媽不是很無辜嗎 那難道所有的車禍受害人 一定她在車禍裡面受傷了 不是她自己的錯 卻被強迫要在兩年以內一定要醫好 如果兩年以內醫不好繼續治療的話 超過兩年的醫療費用 保險公司都不付了 哪有這種道理 這樣子是不是很不公平呢 法王也是心有欺欺焉 所以呢 讓法王跟陳媽媽一起想辦法 法王來為陳媽媽指引民路 法王提醒陳媽媽有兩點其實你可以主張 第一點 其實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有規定 如果說你已經提出請求的話呢 這個時效就會停止進行 舉例來說 如果說你在事故發生以後一年 你就提出請求的話 其實時效就應該會停在一年的這個時間點 就不會一直進行到兩年經過 那麼這個時候陳媽媽你可以主張說 因為你是一次車禍而產生的醫療費用 你在兩年期間借滿之前 你就先提出請求 那但是提出請求的時候呢 因為醫療費用還不確定 所以你可以主張說 你是提出一次的請求 但是金額陸陸續續的確定 那麼當你提出請求的那個時間點 時效就會先停止進行 這是第一個你可以主張的 那第二點呢 其實大多數人 包括法王跟陳媽媽都一樣 我們其實都不是醫療的專業人士 所以我們其實沒有辦法知道說 我們因為車禍受傷所治療的時間點會是多久 我們到底會支出多少的醫療費用 所以在這個時候 如果要求我們在兩年一到的時候 一定要確定醫療費用是多少 兩年一到的時候就把門關起來了 這個其實是違反了法理上的誠實信用原則 而且也不符合金融消費者保護法 所定的公平合理的原則 這樣子各位粉絲聽懂了嗎 我是大寶法王 我是大寶法王 我專門破解保險與法律上面的各種疑難雜症 為營運眾生指引名錄點起銀燈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 請記得分享按讚 並且幫我們按一下小鈴鐺 如果你有問題 歡迎私訊給法王 或者請你在下面留言 大寶法王說好險 我們下次再見喔 掰掰